在港洋外约0.5海里 那发现发现该失踪民众 终于发现失联的潜水客 他在海面上载幅载成 海巡人员赶紧拿救生圈往海上丢 那现在本艇人员准备救生仪 更正救生圈 这名潜水客已经在海面上漂流了快一个小时 被海巡人员发现意识还算清楚 那目前该人员抓制已经抓到救生圈 那目前本艇尝试从本艇的后方 将该人员拉制艇上 潜水怎么变成海上漂 49岁的男子17号从墾丁后壁湖搭交罚出港 在船帆时外海一海里处失联 当天因为台风外围环流 阵风打9级海巡扩大范围搜寻 随着风向终于找到潜水客 那该人员目前意识清楚 体力足够那颗自行马上分艇 同一天晚间在屏东新海渔港外 帆船主机故障失去动力 船体倾斜就快翻覆 海巡人员自己都站不太稳 伸手要把船员给拉过来 因为涌浪帆船和海巡艇 两船的高低弦差增加救援困难 救援过程惊险 两名船员被救上巡防艇 手臂有些拉伤 海巡约8至9阵风11级 因现场海巡恶劣 帆船有翻覆之余 船员被救上岸喝杯热茶 披毛巾休息之后恢复体力 颱风虽然没有铺台 但外围环流影响大 潜水客和帆船玩家出海 遭遇海上惊魂 幸好海巡迟员 他们才平安获救 TVBS新闻 叶凤达屏东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